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與前同行 我是主持人張曉廷 連者會為了抗通膨激進的升息 結果引起全球的經濟市場大震盪 包含了美股金融熊市 台股更是關關難過之外 關關破 今天一樣請到劉俊老師 雅林哥你好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其實在今年初 有雅林哥來上我們的節目 我記得當時你就告訴大家 費者這個政策大錯特錯 現在果然印證了 預言家被你講中了 我希望我當初講的是錯的 結果十分正確 所以現在大家就害怕了 這經濟蕭條 可能是百年的大蕭條 對 有可能 因為今年就是2022年 大家討論的都是什麼 通膨的問題對不對 每個人都要擔心通膨 好 那結果現在看到 美國的通膨已經開始下降了 那大家就鬆了一口氣了 就想說最壞的情況已經過了 沒有 沒有應該最壞的情況 才剛剛開始 還沒到 因為呢明年的主題 今年的主題是通膨 明年的主題是什麼呢 經濟衰退 而且可能會是大衰退 多大的衰退呢 我們這樣子 這個好像在演那個穿越劇一樣 就是百年穿越 1929年經濟大蕭條 恐怕會捲土重來 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在10月的時候 我就有在這個YouTube上面講過 叫小心經濟大蕭條的問題 那當時就有很多人講說 現在跟100年前完全不一樣 不同的時空背景 對然後呢這個制度啦 各方面通通不一樣 而且都有很多的進步 100年前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不太可能會發生 可是我在想 認為不太可能會發生 最主要原因是 大家認為說 就是100年前人類的智慧 沒有辦法跟現在相比 所以我不太認為 你認為我們現在人類智慧 有比5000年前更進步嗎 我覺得差不多 甚至於更衰退 我想很簡單的例子 藝晶是什麼時候發明 大概是在5000年到7000年之前發明 請問現在有幾個人看得懂藝晶 這太難了 對是不是 所以我想人類智慧 並沒有進步很多 大家不要太看得起自己 OK 好 那麼我們這兩張圖呢 是跟大家解釋一下 跟大家解釋一下 就是為什麼我認為呢 現在這個經濟大衰退 經濟大橋有可能會捲土重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是美國的實質的GDP 美國實質的GDP呢 事實上從今年開始 它已經出現很明顯的 衰退的現象 在第一季跟第二季呢 它是一直在持續的衰退之中 而且呢第三季不用講 也還是會繼續持續的衰退 而且衰退到什麼程度呢 事實上它在第二季的時候 它已經跌破了 這個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的 那個時候的GDP了 所以照理說呢 你應該是回到呢 這個之前的 這個新冠肺炎之前的那個GDP的水準 就應該要停下來 結果沒有 結果沒有 它還在繼續下來 那按照我們在經濟學的教科書上呢 它有個定義 什麼叫經濟緊急衰退 就是呢 如果有兩季 連續兩季經濟緊急都衰退的話 就已經符合 經濟緊急衰退的定義了 所以現在就完全吻合 已經完全吻合了 而且呢第三季的還沒有公佈 10月份會公佈 那10月份公佈之後呢 你就會發現 它連三季的衰退 這是指美國哦 其他歐洲的還不用講 那可是呢 我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當第二季的這個GDP公佈的時候 那個鮑爾啊 葉倫啊 拜登啊 都出來講什麼 沒事沒事 這個還不到經濟緊急衰退的程度 那個時候呢 我的心裡呢 立刻起了一個疑問 當初我的老師是不是交錯了 因為呢 當初我們老師就跟我們講說 經濟緊急衰退的定義 就是連續兩季 緊急衰退 就已經是 但是這些大頭們出來 信心喊話 信心喊話 那你就要再回頭想一下 去年5月的時候 當美國的這個CPI 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年增率達到5.1%的時候 當時呢 這些大佬出來講什麼 沒事 只是臨時一點短暫的現象而已 不用害怕 強多 對 結果到了11月的時候就說 哎呦這個事情好像不太對了 我們要加緊身心 對好 所以呢 現在他們這個美國這些官員講話 我都不信了 好 OK好 那除了在美國之外 這個是歐元區的 歐元區的呢也是一樣 我們看他走勢差不多 差不多 可是呢他現在到第二季呢 比這個美國要稍微強一些 因為他還在這個新冠肺炎爆發之前的 那個時候的水準之上 那看起來好像還比較好 可是呢問題在哪裡 問題是他從7月才開始升息 因為那個時候公布的時候 是到6月份的資料 那7月份開始升息呢 他的GDP一定被打下來 所以呢他第三季的衰退的幅度 我認為他會迎頭趕上美國 這不是一件好事 對好 所以呢這個問題會很大 那如果萬一啦 這個到時候呢 歐洲 歐盟發生了這個 大幅度的經濟景氣衰退的話 那甚至於包括美國在內 因為美國呢 他現在呢 聯準會理事主席鮑爾都已經講了 那要維持軟著陸的話 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連美國都沒有辦法維持 他的經濟景氣軟著陸的話 那歐盟更不用講了 對 大家都知道是歐洲與美國的國家 其實他的經濟狀況不太一樣 對 落差蠻大的 落差非常的大 那怎麼辦呢 我不去救你 我就跟著被你拖累 是 可是問題在這裡 我去救你的話 我也下去了 是 對不對 所以這兩難耶 對 所以我認為啦 到時候一定是變成全世界的問題了 那而且呢 既然是現在這件事情 是美國先發動的 美國引起的 然後呢 接下來是歐洲呢 最嚴重 對 這個跟1929年的那個情況呢 非常非常的類似 多類似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 這個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 跟現在的情況 有兩個共同點 第一個呢 是當時呢 1929年的時候呢 這個股市呢 熱到最高點 那就跟呢 去年一樣 我們去年哇 這台灣的股市 你看 買什麼賺什麼 就是啊 今天不買 明天更貴 對啊 從三歲到130歲的 都進來買股票了 OK好 那所以呢 這個股市要最高點 然後呢 到了今年 就通膨變得非常的嚴重 那當時也是一樣 可是當時呢 為什麼他們的通膨呢 會變得非常 全球的通膨 會變得非常嚴重呢 因為在1929年 那時候美國那個總統 我也不知道 他哪根筋不對了 他覺得說 歐洲人老是在賺我們的錢 大家有沒有聽著 覺得這個很耳熟 跟這個當初 川普講的話一樣 你看就是中國在賺我們的錢 總是在賺我們的錢 關稅提高 對沒有錯 所以我們要把關稅提高 那川普還算小case 他提高25%而已 他生意人可能比較有經驗 對比較有經驗 那當時的美國呢 是提高多少 對歐洲啊 提高多少 40% 那提高40% 等於是一下子物價 就漲了40%了 那歐洲呢也很生氣 因為當時的歐洲的 這個整個歐洲的國力 還是很強 美國還沒有像現在這麼強 所以呢 歐洲說誰怕誰啊 你提高40% 我也提高40% 好結果呢 這樣子 提高的結果是怎麼樣 大家想想 這些亞洲的國家 在那邊面試的話 我們也把它提高40% 全世界都被減進去了 所以呢 全世界都嚴重的通膨 嚴重通膨結果就是 經濟體系大幅度的衰退 那然後呢 那這個通膨就出來了 緊急衰退也出來了 所以到時候 那個時候呢 從1929年呢 到1933年之間 那個簡直是一塌糊塗 一塌糊塗 那所以呢 一直到什麼時候 一直到了1933年呢 這個羅智福總統上任的時候 他採行新政 那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有點用 可是呢兩年之後又失效了 兩年之後失效了 所以1935年呢 這個羅智福總統呢 再採取第二次的新政 一直用到什麼時候 1938年 看起來好像還不錯 可是呢大家的印象中 你去Google的話 去這個 這個維基百科的話 你去查 他就跟你講說 這個羅智福總統的新政 是有效的 其實我在這邊告訴大家 你如果去看股市的話 當時的道雄指數的話 你會發現他只救了一段 再疊下來 而且疊得更深 救了一次 再疊下來 疊得更深 到最後是誰救了這個 全球的經濟景氣呢 是在1939年 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之後 二次大戰就拯救了 全球的經濟景氣 要打仗才辦法拯救 很不願意講這句話 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的情況就這樣子 那我們這一次的情況呢 大家都知道了 我們也不用重複了對不對 那現在的情況是怎麼樣 現在我們全球 已經走到什麼地位呢 什麼地步呢 就是呢 全球性的經濟景氣的衰退 正在開始 這個應該是說從今年啦 今年才開始正式的衰退 因為在2020年 新冠肺炎爆發之後呢 那其實呢 全球的經濟景氣 看起來是飆上去了 整個飆上去了 可是呢 結果通膨爆發了 通膨爆發了 所以經濟景氣開始往下走了 好在通膨爆發之後 一開始大家也覺得 可能稍微升息個幾碼 就能夠解決吧 是 所以還在這個兩碼啦 三碼啦 一碼啦 對就是在這邊來回來回 結果前陣子喊到了四碼 對 大家就又恐慌了 大家恐慌起來了 對那確實是應該要恐慌啦 為什麼說確實應該要恐慌呢 因為很簡單 因為呢 你看到目前為止 美國才升息了13碼 那這個經濟景氣呢 已經被打得不像話了 而且現在還持續會升 對後面還要再升息啊 今年還要再 剩下兩個月還要再升息5碼 我簡單的講到時候呢 美國的基本利率會到4.4%到4.5% 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美國現在的房貸呢 還沒有升息 還有五碼還沒升哦 美國現在的房貸的利率呢 已經到6%了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台灣的房貸率是多少 現在還在講說 哎呦會不會到2% 對對不對 對 現在人家已經到6%了 請問一下到6% 大家去算一算哦 你如果現在有房屋貸款的話 等到利率 如果真的到6%的時候 你付得起付不起 哎不敢想像以前的人 來到8% 9%的時候 10哈哈哈 還是10的都有 是 對 現在才升個起碼 就已經覺得哇叫苦連天 對 所以那個時候的 那個時候的房價低啊 對 那房價為什麼 貸的也沒那麼多 對貸的沒那麼多 那現在呢 大家都貸哇 30年 貸好貸滿 貸出來投資 對沒錯 然後就很慘 對 所以在接下來我們以為 其實從今年初 你就一直以為 哎這個跌應該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但是沒有每一次呢 稍微小反彈再破底 小反彈再破底 對 所以接下來 OK好 那現在大家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 這股市到底要跌到什麼時候 那跌到哪裡 對不對 我們現在碰到的投資人呢 一見面的 不是說啊你好啊 林哥請問 對 可以買了嗎 對 或者是要不要賣 對 OK好 我們看一下 我們這要看是 稻窮指數的季線圖 什麼叫季線圖呢 一根K棒一季 一根K棒代表一季 那麼 我們如果從這個計算 我們用技術面來計算了 我們在這邊給大家看一下 這次新冠肺炎的時候呢 造成這個稻窮指數的回檔 它回檔的幅度是38.4% 那在公元2000年的時候呢 網路泡沫化呢 造成的這個稻窮指數回檔 是38.7% 你會看到非常的接近 對不對 非常接近 只是時間長短不一樣而已 好 那麼我們現在呢 用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 後來的金融海嘯 2008年金融海嘯呢 它回檔的幅度是54% 好 那我們從金融海嘯的低點呢 6469點 算到這一次的漲到36952點 這個是一大波 對 這是一大波 這整個多頭行情 它一共漲了呢 3萬點 一共漲了3萬點 13年漲了3萬點 好 如果用技術分析來算 它如果回檔三分之一的話 大概是到27000到28000之間 現在目前的位置呢 已經非常近了 是 那這一波呢 大概就可以到這邊 大概可以結束了 先止住 對 先止住了 有機會反彈 那萬一真的再跌破的話 那麼下一個大直升在10年限 10年限在25000點 好 我們現在假設呢 這個第四季 美國股市反彈了 反彈了以後呢 那到時候呢 歐盟如果又出問題了 這個緊急衰退啊 或歐洲五國的 歐債風暴再度發生的話 造成呢全球股市再跌的話 那麼再跌下來 就變成一個西波的下跌 那西波下跌呢 它會跌到哪裡呢 我們認為最保守的一個目標 大概是在21700點左右 保守的目標哦 對 這個是最保守的目標 那為什麼我說最保守的目標呢 因為你看 因為呢 當初網路泡沫的話 它回檔幅度38.7% 新冠肺炎回檔幅度38.4% 接下來呢 爆發了金融海嘯 金融海嘯為什麼會爆發 因為升息 因為當時升息 升息造成那個二胎的房貸 付不出來 一連串的 對 所以引發了一連串的金融風暴 所以當時呢 後來金融海嘯呢 回檔54% 所以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就在這裡 因為你看 這兩次的情況 有沒有非常的類似 對不對 所以呢 這一次的回檔 總回檔的幅度 對 應該也不會少於50% 那如果50%的話 就看到剩下18000 對 就是從36952點 回檔50% 大概18500點左右 對 所以還有一段距離 還有很大一段距離 很大一段距離 就是美股的部分 那大家看完美股之後就 那台股呢 台股 台股我們看一下 OK 台股呢 我們看一下 金融海嘯的時候的低點 在3955點 那到這一次呢 我們在還很遠的地方 然後這一次呢 是漲到18619 大概是漲了14000多點 那如果14000多點 回檔1分之1 我為什麼不說回檔1分之1呢 因為回檔1分之1已經跌破了 現在已經跌破了 已經跌破了 守不住了 對已經沒守住了 那現在呢 我們就看1分之1 2分之1位置大概在11300點了 那如果回檔2分之2的話 有可能嗎 通常啊 我這樣子講 你們會發現 這股市在漲的時候 大家非常的熱情 就像去年的這個 航運股有沒有 貨櫃三雄 那時候漲的時候 哇就是一路漲上去 好像呢 永遠沒有到這個航海 航道的盡頭一樣 對不對 每個人都是航海王 對每個人都是航海王 可是它跌下來的時候呢 也是一樣 哇這個 結果才發現到了這個 馬里亞那海溝了 生不見底 生不可測 OK 所以股市也是一樣 因為它到最後時候 會有一段那種恐慌性的起點 大家已經沒有辦法 理性的思考 對已經沒有辦法 大家要追殺持股了 那所以呢 到時候呢 有可能會出現超跌的走勢 那如果出現超跌走勢的時候 我們就不能排除有到 8850的這個可能性 那事實上呢 為什麼會跌到這邊 因為這一波的真正的起漲點 是8523 在新冠肺炎爆發的 就是前年的3月19號那一天 進到低點 所以呢 其實一個大波段 它要回檔到它的起漲點 這個是在符合這個 技術飛行上面的這個理論的 所以呢 回到8850 大家也不用太過於驚訝了 那我們用另外一個算法來算 就是呢 用最高點18619回檔0.382 這個是用黃金切割率來算的 就38.2% 那麼它的位置 大概是在11500點 跟這個11300點 是不是非常的接近 那然後呢 如果是從這個18619 這個回檔1分之1的話 因為那個我們剛剛講過了 基隆海嘯的時候呢 這個美國的稻雄指數 它回檔54% 對不對 就是大概回檔1分之1的位置 好 那麼換算成我們這個 加錢指數呢 就是到9300點 跟這個8850點也非常的接近 是 所以呢 這是兩個區間 明年呢 我不排除有可能會來這邊測試 那唯一有可能會解決這個問題的 就是我的預測失敗了 那我當然希望 我很希望啦 對 可是今年初你是講得非常的深重 當時我想說會看到13000 還被人家罵得要死 怎麼可能 對 那麼熱 就是啊 好 那我當然希望我是錯的 那我如果錯的話 那唯一會發生的情況就是什麼 就是呢 這個美國的這個 他們的經濟領氣呢 沒有硬著入 他沒有硬著入 為什麼沒有硬著入呢 他立刻就是美國呢 他們的政策 這個聯準會的政策 及時的大轉彎 而且要整向整很大 對 就是髮夾彎啦 微調都不行 微調都不行 升息到明年 至少到明年第一季 對 那他的目標是要把他通膨率 打到2% 他才會停止升息 停止收縮資金 那現在的情況就是說 我們現在唯一期待的就是說 美國的經濟景氣呢 衰退的幅度 比他們預期的還要來的嚴重 那他呢就即時的才刹車 法夾彎 對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就比較有機會呢 擺脫這個陰影 是 所以現在接下來我們還是要看 美國的態度 對 對 一切都要看他了 因為原先在台股部分 大家會想說 那沒關係 我們還有國安基金 結果現在也直接 一路跌破了國安基金訪線 我為什麼笑你知道嗎 那請千萬不要把所有的 身家性命和你的希望擺在國安基金身上 好不好 人家的壓力也很重的 是 這才加重他的壓力 對 因為大家先前會想說 啊沒關係 如果真的怎麼樣呢 國安基金會出來救嘛 要來進場了 結果這一次確實啊 先前他要稍微的 對 結果現在止不住 因為我這樣子講嘛 當你全球的股市都在跌的時候 你叫國安基金這個時候進來互盤 進來賠錢 對啊 他也知道他進來就是送死 他當然不會這樣子來進來互盤 對不對 所以呢 我覺得啦 如果是個全球的趨勢的話 那我們這個任何人來都救不起來 是 所以你只能夠自救 對 所以你現在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現在還沒有到 我們剛剛預估了這個 這麼慘的時候嗎 對可以稍微的調整一下 所以就是我講的嘛 如果說10月份真的有個 大家所謂的選舉行情出現的話 有個反彈 對 那大家呢 就最好是在這個時候趁機減碼一些 那減碼一些 你可能 現在譬如說我現在假設 你現在手頭上股票已經套了50%了 已經跌了50%了 叫你現在反彈起來賠個30%賣掉 你可能會覺得很痛苦 可是呢你再想一想 如果這指數跌到 我剛才講的這個地步的時候 那你的股價會剩下多少 你這樣子想的話 你可能心理負擔就會比較輕 先賣掉到時候買兩招回來 就是啊對不對 多好的事情啊 所以留得青山寨 對沒錯 不要凹到底 就是永林高提醒一下大家 從過去的經驗 這一次可能 真的會不如大家的希望跟想像 是對很有可能 所以其實啊我在股市裡面已經48年了 那我還能活到現在 因為我在做股票的時候 我只維持一個鐵律 就是呢一定要設停損 就是一定要設停損 就是剛才雅琴講的 就是留得青山寨 對不對 不怕被採燒嘛 是不是 不然看他就不斷的蒸發 對 因為到最後 我碰過的所有的投資人 來 叫我提供建議的時候 我都會說 有反彈就賣一賣 那大部分呢都跟我回答怎麼說 回答呢就是說 沒有關係 我就跟他長期做長線 對我就長線我就抱著 然後呢 往往是在半年以後 一年以後呢 當這個大盤已經跌到 跌無可跌的時候 通常這一些人 當初堅守民主正義的這些人 多投正義的這些人 他都會跑來跟我講說 我要賣 我說你不要賣 好不好 這已經到地板了 不行 我一定要賣 所以這個也是一路走來 其實大家投資人的心態 都沒有改變過 沒有改變過 對 所以今天永林哥還再次再次 苦口苦的確認大家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還不算太慘的時刻 大家要先做最壞的打算 是 多保留一點現金 不會錯的 好今天非常謝謝永林哥 來上我們節目 同時也謝謝大家收看 以前同行 接下來的工商服務時間 請大家跟我一起看好看滿 他是澎湖浮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 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在加分